诶 开始了 诶 开始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卢卓就是小菜 今天呢给大家出一期成的视频 然后很多人都好奇 我的头发是怎么做的 希望我可以出一个装发的 一个过程 那今天就给大家 这样一个视频 那化妆前呢 我们先做好 一个皮肤的一个护理 然后现在已经做好了 接下来呢 就是选一个粉底 这个是比较偏自然的 这款粉底 是来自RMK的 101102103系 我可能会混着用 102102101 都来体谅 大概这样 应该给我涂全脸 你们看着有点黄 但待会均匀涂开之后 其实还可以 在剧组的话 102很多都是给女演员用的 因为它比较偏自然 上镜的话 看起来就跟 就跟你自己的皮肤一样 没有什么粉感 大家看哦 这个 这边现在已经推开了 是不是没有什么粉感 很自然 那这是我原本的皮肤 就有 我皮肤其实没有大问题 就有一点点发红 和肤色不均匀 然后还有那个 一点点毛孔 也不是一点点 还挺明显的 但是这个已经满足我的需要了 所以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款粉底的 我比较喜欢偏自然的妆相 101的粉霜 不再需要提亮的地方 定妆 老听的 冰雾什么什么笑脸 什么持妆 定妆 把它拿出来 勾到手上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去接触皮肤的话 就不会把脸上的粉底 融化在没有定妆之前 然后拿一个这样的刷子 柔软的刷子 比较容易出油 比较脱妆的地方 多铺两层 因为这个现在的粉 现在这种定妆粉做的都很细 大家不要觉得说 我铺多了会卡闻就想 卡闻的话可能是你保湿清洁 工作没有做好 底妆的部分的话整好 接下来要画上 我们要画发际戏 看了我的头发说 它去吃饭了 其实我没有吃饭 再让我超年拍补妆戏 我的发际线非常不好 我们看我发际线 这一块已经不涨了 那怎么办呢 就是你买了一根黑色的眉笔 然后把它削成这种特别尖的形状 片让你毛发的生长纹理的线 轻轻的一笔 一 二 三 就是依次类推 填完整个你空的地方 这个是有一次谁直播我买的 只不过它这个颜色不是很黑 给眼睛打个底 要不然这边眼睛也一样 要不然这边眼睛也一样 真一点的颜色 出活动啊或者说我去建筑啊 面试啊要求那种自然的专校了 我都带一个这个 几乎就够有了 啊 眼睛下边也带一点 卧彩 甚至鼻影也带了一下 这样啥都有了 甚至眉毛也体验一下周围 待会儿也要拿眉笔画 但是呢这个先扫一下 待会儿好画 呃 画眉毛的时候 准备一个这样的窗口 眉刷这边是眉色 然后把眉毛这样刷一刷 刷一刷 刷一刷 用成这样的直尊秀的笔 已经剩这么一点了 我是有多节约 用这个颜色吧 这个是 直尊秀的九号色 就顺着毛流的方向画画画画画画 而脸仰起来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脸 眉毛空缺的地方 因为我的脸呢 长得比较秀气 不适合画那种特别粗犷的眉毛 就是稍微偏自然的 就可以了 我觉得去画一个自然精致 然后又向自己 然后遮盖掉自己的缺点 把自己的优点放大的一个状 这种才是最棒的 下面再来带一下 刚刚那个眉扫 给它扫一下 把自己的眼睛掰开 睫毛根部 睁眼一定不要先不要闭眼 要不然你的眼睛就花掉了 可能要练一下眼睛的控制 就别眨眼 要不然就不通过去化妆 就是画了一个美瞳线 有一个这样的笔 这应该是眉笔吧 它是棕色的 然后在这个地方再涂一下 让这个眼睛过度的自然一点 还有睫毛夹 夹下睫毛 睫毛 高 完了 今天咋的又涂眼睛里了 我的天哪 因为我对面是机器 不是镜子的 然后就 好 我们现在修个绒 找不到修绒盘呢 我就还用这个 三色美粉 拿一个这样的刷 扫扫扫 手背上碰一下 然后修绒的话 我主要是修我的线条的地方 这样它拍出来的话 也会比较明显 鼻子的地方也可以修一下 好 现在装的地方已经 哎 没完成 给大家种讨一个Dior的唇洞啊 这个涂上之后 有很多种颜色 我之前有个透明的 不知道放哪里了 涂上之后就是这种 很自然的颜色 但是又 现在是下午的4点 42分 我有一点点难过 我刚点了一杯咖啡 我起床的时候 我今天是12点起床了 起床的时候就点了一杯咖啡 结果到现在都没有送到 一看是我没有父亲 好 我们接下来来做头发 那做头发呢 我们要准备一些工具 就是首先你要准备一个这样的尖尾书 尖尾书 然后喷水壶 把自己头发先分一下 然后大概耳上的地方做一个分区 真假话结合的 其实无论长短 我之前有这么点油耳的时候 我也做过这种发现 真假话结合是非常自然的 虽然头套虽好 有点脱发 但是它毕竟有沙边 还有那个 还要粘酒精胶很麻烦 而且对发际线也不太友好 关于夏天拍摄的时候很闷热 要准备披筋 想要把自己的头发先抢 接下来就上假发 做假发的时候 肯定很多人问我假发哪儿买到球链接 其实在我早期的时候 我也录过这样的视频 去讲过这个假发的事 这种呢 你可以准备半批发 或者说准备中分假发 可以买高温斯 如果你有钱的话 就在网上买真发 那我这个头发是在剧组定做的 我这个这么长的 然后发量这么多了 就可能可能就是需要 需要去定做 需要去定做 而定做的话也比较贵 一般好一点的话都要上万块 但是如果说你玩一玩 就是基本的拍摄的话 去网上买一些高温斯的 或者说买一些那种 纤维放也是够用的 够用的 你拍摄就够用了 因为我是真的是喜欢古装 然后 然后我也需要这些东西 所以我花了比较多的钱 现在 在这个头发上 好 这个里面呢 被我缝的有这个 这种小卡子 然后直接把它卡上去 先卡第一个位置 卡到第一个位置 然后卡第二个 好痛啊 这个是上次去修我参加活动临时缝的扣子 缝有点错位 它其实就是一个厚暖化 它只有这么点 然后 上小黑卡 还有就是你们要是特别喜欢 黑长直的话就不要染发 不要染发 染的话只染纯黑色 拿小黑卡 卡的时候有一个机枪 然后你要卡进去 然后往下压 要不然小黑想入穿帮 好 现在 再喷一点水 把树子敷一下 现在行街是行街 你现在怎么做发型呢 就是这种 肯定很不好看 你总不能披头散发 像那个女鬼 那我们就是 拿刘海 拿手抖一抖自己的刘海 找出最自然的形态 找出最自然的形态 因为 如果你说这样的话 肯定特别死 不好看 找出最自然的形态 抖抖抖 这个地方可能好看 抖抖抖 这个地方好看 好 这儿掉下来几柳 感觉比较自然 就留着 抖抖抖 然后这些地方 比较自然留着 然后这些小碎刘海呢 既可以修饰你 比较缺的发际线 然后又可以干嘛 又可以修饰脸型 然后风吹起来 这块比较好看 在这个地方扎一下 然后把这个地方 给它拽蓬松 然后后边的话 先取一流 这边取这些 如果有朋友帮忙的话 会更好 因为我看不到自己的后面 所以就是 是忙做的 其实你这样的话 也是扎了头发 别人也不会说你是 女生的发型 因为你看古装系里面 男生的头发 也就是那几种 要么就是全书上 要么就是半批 要不然就是马尾 因为现在也2021年了 不是说你穿个看 或者说做补装造型 批头散发 批头散发 批头散发就是家里有点什么事啊 因为伞那么好看啊 好 大概是这样吧 站起来给大家整个试一下 好 现在一个半批发就做好了 那我们待会儿换上衣服 然后加上音乐 录一个视频 展现一下成果 好不好 今天的光线呢 就是自然光 自然的天光 拍摄是这样的 待会儿见 看到这里了 记得一键三连哦 嬷嬷